里面血流如注 那么送医之后发现 他的右情额有两处的撕裂伤 以及炉内出血 目前是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金针署长王卓军 台中市长胡志强 以及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高孔莲 海协会副秘书长张胜林 刚刚都赶往医院去探视 带您来看 书上的台中市行大小队长陈朱祥 头上带着护具 被紧急策往中港澄清医院 当时意识还很清醒 但由于他的头部受到强烈撞击 医院立刻替他做脑部断层扫描 乘住想额头右边有两处撕裂伤 不过因为出血量不多 医院暂时先以内科方式处理 不用开刀 但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 警方说是抗议民众惹的火 用春天炮射向御远花园酒店 发射了这个爆竹烟火 发生火花 那当然他当时想说会影响到 这个来往车辆 还有行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这个小队长就上前 上车去制止 结果等到我们小队长上车以后 就可以飞下来 台中市远景执勤受伤送医 台中市大家长胡志强 人在哪里 我当然遗憾 我整个饭吃不好 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 警察说没事 后来又说有事 说是不严重 又说严重 所以消息一直传来 但是都不一致 到刚刚我所谈